哈喽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来带各位看 这个我的洗脸盆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洗脸盆有稍微堵塞的 那我们来带各位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水稍微漏满一点 那由于这个有点堵塞 所以他他在排水的时候 速度会很慢 那我在这个水里面 加上一点点的这个染料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有染料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他目前面临的问题 就是说他堵塞了嘛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把这个中间这个塞子 把它弹起来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水流很慢 这个水流很慢 你看这个水几乎 要好几分钟才会消失 那这样的话就感觉很麻烦 那于是呢 很多人他就会使用这种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想 也许各位在这个影片曾经看过 这是一个这个脸盆的一个疏通器 那我们一般在网路上有卖这种疏通器 那于是呢 我们就会尝试着用疏通器 来来戳这个这个排水孔里面的这个洞 希望将将它堵塞的东西把它挖掉 把它抠出来 那这个可能这个脸盆里面有四个洞 或是六个洞都有可能 那你用这个气图去把头发 或是血血勾出来 那事实上也很不容易 而且这种堵塞是经常发生的 不是偶而发生 所以呢 我是给各位一个建议 那你最好呢 是直接把这个 这个更换掉 会比较好一点 那这个我已经 已经把这个更换过了 因为我们这个脸盆有时候就是 一阵子就会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筛子直接整个拆起来 你看随一下就流光了 那这个筛子的话 如果你常洗头发 你看这个头发 你可能就一阵子 你就要做一个清洁 那可能包括头发 还有一些毛巾的一个棉屑 导致这整个几乎都塞光了 所以你可以拿一支不要的这个牙刷 把它刷一刷 把它刷一刷 那甚至这个头发的话 你可以用手把它刷一刷 这样就很快了 就说你如果每次稍微堵塞的话 你就可以用头发 用这个手稍微把它刷一刷 你看 这个 这个就是有人 的一个毛发嘛 就洗头发 洗头的时候 残留的一些毛发 当然里面 里面也可以 也可以这个 用水冲一冲嘛 用水冲一冲 那我相信 把这个整理一下 这应该就不会有堵塞的现象嘛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也没有什么堵塞嘛 但是一个问题就是说 事实上 这个 这个里面 其实也是蛮脏的 那我们这个如果能整个拔出来的话 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这个毛刷 顺便去洗这个 下水的这个管壁 如果这边有污垢的话 你用平常的那个 那个方法是洗不到的 你看 这么脏 就怕死人 对不对 所以 你如果 更换成这种 的话 就是有这个好处 因为这很脏 有时候 水回流回来 造成这个脸盆的水 是蛮脏的 所以我是建议说 各位 如果要彻底的一个清洗 就是 你就是 干脆把这个 塞子 直接换掉 对你来讲 会比较 快 比较方便 因为毕竟 毕竟这个清洁的话 可能就是说 每个礼拜都要做的事情 那不需要浪费很多时间 慢慢在那边挖 这样的话 这整个就很干净了 那当然这个 这个里面有还有一些残留的 所以我们顺便就用水把它冲一冲 好 那我们再来试给各位看 这样子 好 好 那我们把它水放开 好 这样很快就可以流光了 对不对 好 那甚至 甚至像这种方式 你想要它更快流光的时候 像这种山子也可以整个拔起来 好 更快 好 好 所以就看你要怎么去应用它 好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 洗脸盆的一个疏通的一个办法 就跟各位介绍到这边 那我个人是比较偏重的这种 快速又有效的方法 那希望这个影片 对各位有所帮忙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也请记得要订阅 也别忘了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各位 拜拜